开始了 好 先通气管 然后把开关打开 这里有气压 插上边一面 电源总开关 启动 启动空间空气的方向上 对解 对解机器全部都会晾暖 你在这里正好 好 看这个吧 这个直接插电就可以 这边 启动 好 这边在这边沉了 这边很满了 你先感验到物料 这 这边是平均的吗 对 我先打开 好 这边是调节 速度快慢 好 这边是调节 好 进入手动操作 好 时间 压内栽 来 然后转盘电机 这里 稍微动一下 稍微动一下 味道 汆水 灯水 在那边的部分 在这边是灯水 稍微炒 这边是灯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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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灯水 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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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是前後移動,是那裡 電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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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 吸气 吸气是这里 这里是吸气 吸气 吸气 这次左右吸气 放下吸气 它要先进去 再开 游戴带不先开了 把这些金管都把它去掉 先暂停 喝了 定位 流泡 烤 所有遗料 这是一个单形管 它现在没用 没用的话拍的没用 开始吧 工位选择 这里的话就是压内筛工位 它是一个开关 关了以后压内筛那里 它就不会动了 观众工位也是一样的 三个工位 关了以后 每一个工位都不会再动 就这样 进入参数设置 进屏检测时间 进屏检测时间 是这里 这里 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压内筛时间 压内筛是这个 就是它内筛压下去 保留多长时间 再回到原位 这个是电机灌装速度 这个是一个回味的速度 一个电机正转上升灌装的速度 这个是电机下来回到原位的速度 外筛检测时间 检测时间 检测时间 是这里 这个方向 灌装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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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装延时是整个这一组机构 延时 它所有到位以后 我这边点过去 以后延时三秒 等料完全到料仓里面 才开始灌装